近期 中国深圳等地出现公司倒闭或裁员潮 导致失业潮 大量外地员工失业后找不到新工作 提前返乡过年 现在才11月份 深圳竟然就迎来了大量的返乡潮 听说有上百万人已经提前离开了深圳 有些人甚至在走的时候撕心裂肺地呐喊 这次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网传截图显示 深圳一家公司因订单不足经营困难 分别在今年6月和10月发布通知 共放假10个月 10月28号话题登上大陆热搜榜 另外 在浙江和河南等地 也有不少工厂因订单减少 库存积压提前放假 浙江某针织厂通知员工 10月3号开始放假到明年2月27号 另有河南某民营钢厂通知 从11月1号放假到2月17号 中国问题专家 专栏作家王赫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中国大陆的返乡潮可能还会不断扩大 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中国经济的两个龙头 他们最能够感受到这个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我们认为这个返乡潮来 它很可能在全国会迅速蔓延下去 而且这个势头会越来越大 在今年初本来大家幻想着放开了冬菜清零 中国经济能够马上反弹 结果这个反弹并没有出现 这才是国内外空前一致的认为中国经济 那真的是非常麻烦 中国的失业大潮也波及到白领阶层 近期 已经有近20家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 传出撤部门及裁员消息 包括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将关闭游戏业务 朝夕光年 上千元供货饭碗不保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明玉采访报道